当那天来临时,有一轮血红血红的月亮挂在天上,阿修卢啊,冰冷的人生路上,尼可曾后悔过,干旱,饥荒,杀戮,已不知笼罩这片土地多少个年头,奄奄一息的女人走进破败的寺庙,拼尽全力,生下了自己的儿子,然而饥荒越来越严重,食物越来越匮乏,流浪的母亲望着怀中的儿子,眼神开始变得贪婪且恐怖, 她再也不是那个在寺庙里,为了保护孩子,拼命打走野狼的母亲,此刻,她只想将她扔进火堆,好让自己保护,天地不忍,降下巨雷,大雨落下,浇灭了那试图吞噬男鹰的火焰,也交醒了母亲最后的良知,她疯了一般在大雨中远去,只留下那个孤单的孩子,面对这苍茫残忍的时间,八年后,孩子长大了,乱糟糟的头发掩盖了她的面容,两颗獠牙,令人望而生, 既像是人,又像是野兽,她扛着一把斧头在村庄里游荡,没走过一户人家,并会有人倒在斧头之下,这个在荒野里,独自拼命活下来的孩子,连名字都没有,也不明白,什么是人性,母亲的遗弃,令她从此恨透了这个世界,与所有人为敌,只要能活下来,即使用人肉果腹,她也不介意,直到一名高僧的到来,才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, 初次见面时,男孩仍旧把高僧当成了盘中餐,扛着斧头便劈了过去,不料,对方轻易便将她制服,还将她带到一处山洞,给她喝汤,为她起名为阿修罗,叫她念,难无阿弥陀佛,如果不念,就没饭吃, 渐渐地,阿修罗的心里,开始种下了会根,高僧仍放她回城市历练,只可惜,本性又岂是说改便能改的,一回到俗世,阿修罗便再次试图袭击一个年幼体弱的厂公,被领筒的厂公七郎阻止后,还是不依不饶地尾随在他们后面,行至当地地宝家附近时,扛着木头的厂公们,被地宝的儿子小太郎拦下,勒令他们这些卑贱的下等人,离开这条路,不论七郎怎么服软, 对方都不肯收手,反而派人轮番朝着他们扔起了石头,其中一颗恰好砸到了阿修罗,他当即跳上前去,咬断了小太郎的脖子,鲜血鼓鼓地流了出来,大地很快也被染成了血色,周围人断成了一团,这下可惹了大火,地宝一听说此事,便策马赶来,一路追打着阿修罗,直至将他推下悬崖,怎料他实在命大,又被附近一个农夫的女儿若霞救得去, 还给他细心包扎好伤口,养在柴房里,彼时,在荒野消散了许多,农人们靠着种地也能够度日,只有阿修罗还只知用人肉饱腹,若霞天天去给他送饭团吃,还教他说人类的语言,像是照进地狱的一束光,点亮了阿修罗灰蒙蒙的人生,他也越来越依恋这个女孩,每天日落时都会在森林里等他一起回家, 只是最近,若霞有些变了,邻居家的女孩们常和他打去说起一个男人,而那个男人似乎就是七郎,若霞盼望着和他一起离开这偏远的山村,去都市里闯荡一番,七郎却只想等熬出头了买块地,嚼嚼碎供,安稳度日,但不论如何,若霞已越来越少来柴房看望阿修罗了, 后来的某天,他煮了一大锅汤带过来,叮嘱他,以后好好生活,便几乎再也没有来过这里,那束照进地狱的光熄灭了,其中的男孩也陷入了更可怖的黑暗,他还是日日等候在树林里,若霞却只愿意和七郎搭在一起,他开始怨恨七郎,恨他夺走了亲人一样珍贵的若霞,恨他让自己再度落得孤身一人,终于有一天,悲愤难忍的阿修罗扛起斧头,闯进两人约会的地方, 砍伤了七郎,若霞大被惊恐,怎么也没想到,只是个孩子的阿修罗,竟会如此暴力,当机与他一刀两断 畜生,如果不是那浑浑噩噩的世间,那心狠手辣的母亲,那摸爬滚打的人生,那残忍无奈的事实, 那孤单落寞的童年,谁又愿意做个畜生?阿修罗心如刀割,不明白将生在这苦难深重的事上有什么意义,或许,自己真的只是一个残忍的野兽,并不配为人,这时,高僧再度出现在他身旁,告诉他,你有了思想,有了心,有了痛苦,便已经是人,如若不信,我把自己的一只手砍下来,你若吃了,便还是野兽, 不吃,便已经是人,说吧,高僧必毫不犹豫地砍下了自己的手,阿修罗当即崩溃,动也没动,便离开了,饥荒又来了,再度饿瓢遍野,惨绝人寰,徒弟种不出粮食,农人不仅交不上碎供,连自己都要被饿死了,村庄里的不少人都将孩子卖到了都市里,有人也来敲若霞家的门,让他把女儿卖掉,欢口翻吃了,父亲斩钉截铁地拒绝了, 然而,志气无法饱腹,七郎也带不了更多的粮食给若霞,他隐隐一息,就连在房间里走动,都快没有力气,阿修罗见他这副模样,又知道,他绝不肯吃一点人肉,便闯进地宝家,从马身上割了一块肉拿给若霞吃,悲哀的是,他无论如何都不肯相信,这肉是马肉而分人肉,无论阿修罗怎么含着泪哀求,他都没有吃, 反倒是他一向教导女儿无论如何都不能吃人肉的父亲,争着抢着夺下了半块肉,还引来了抓捕阿修罗的追兵,为了活命,阿修罗一路逃了出去,拼命杀死骑马追来的地宝,劝南敌厂工们火烧掉桥,他又想起了,险些被母亲扔进火堆烧死的那个夜晚,他不能忘记,也不敢忘记,还没来得及多想,他已坠了下去,寒冬已过,若想却没能挨过这个冬天, 化作雪花,在春天融化,他离开的那日,七郎与阿修罗擦肩而过,没有言语,没有堆饰,只有无涯的眼泪,将地狱火焰燃起的世界淹没,许多年过去,曾经的痴人怪物阿修罗,皈依佛门,常伴清灯古佛,面容里,才终于有了几分解脱与释然,鹰气血,天荒地结,反阴歇,秋静芳心缺,幻灵幻骨,相昏灭。 恨自觉,雪落故人别,不见当年月,教我善,亦教我恶,怜我孤苦,却又既我无依,桑叶已落,再没人见过,孤独的阿修罗,他不在这座山谷,也不在其他地方流浪,而是住在你的心里,是人还是野兽,是善还是恶,全在你的定夺。 故事配老酒,明朝再聚首,生活是藏在电影里的诗,故事是藏在诗中的风景,我在等诗,也等你。